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現在又要來看車友寄給我的影片啦 邊看邊說 GO 這感覺很像 二重層的車子 很像 非常像 對不起 講錯了 是四重層的車子 四行程的車子 我對不是主流的引擎沒有那麼的了解 抱歉 那一樣我會盡量講 如果有講錯請多包涵 告太貴賞 因為上次有車友說就是 可能有些路線的問題或什麼樣之類的 這個有時候我沒辦法就是這麼明確的去說明 因為畢竟我沒下過場 沒去走過那個賽道 所以如果我直接跟你講說 這路線可以這樣開 好像不太對 但是 應該 是還蠻準的 只不過我覺得講一些 百分之百比較肯定的 OK 現在就是出去要Running 列隊 對 動態起跑 這個是應該是內側 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這好像是右彎 所以是1 2 3 4 5 6 他應該去排在第五個位置 這個要跟緊一點 盡量的話 如果就是起跑的時候 要貼緊一點 不然這個間距 有點太大 有點太大 因為正常來講 在Lock 在動態起跑的時候 他是必須要等距的 也就是 實際上是不能拉一段距離出來 這樣會有強跑的嫌疑 OK 然後因為前面這幾台車子啊 就是跟這台車子的引擎都不太一樣 所以 我覺得如果要寄影片來 最好是 都一樣的引擎會比較好一點點 OK 因為如果是大家都一樣的引擎 你就會知道說 就是 我們比人家慢慢在哪裡 這樣子 或是跟人家在競爭的時候 差別差在哪裡 這個反應很快 這個車手很有甜分 因為我是 年紀比較大才開始開車啦 我是 大概 三十 三十八 三十九 才開始開車 所以 我就蠻羨慕這種 這應該蠻年輕的 年輕人 那個 反應神經很好 這個車手應該蠻有甜分 我已經不知道我有沒有甜分 我們現在就只能就是 好好練習 你不能講苦練 我們也是很有技巧 很有方法的 OK 也不能說苦練 就是 好好練習 那只不過 因為年輕車手 我也看蠻多的 真的 那個反射神經 真的是有差 這個也不錯 對 就像例如說 現在這樣追上 不知道是 車子馬力比較大 還是 怎麼樣 就比較沒辦法分辨 因為我看這個 影片的感覺是 有時候拉遠 有時候拉近 有時候拉遠 有時候拉近 所以 我判斷不太出來 到底 哪一個引擎比較好 或者是 哪一個高速比較好 哪一個低速比較好 因為我可能就對主流的引擎 你比較了解 例如說 X30 MAX 這些單速的 好像他現在前面 有兩台車 我感覺 現在這個開車的 車手 他感覺比較容易 受到其他車子的 影響 感覺啦 只是感覺而已 就是他很在意 因為他現在把他的 鏡頭架在他的安全帽上面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頭 一直在擺動 可是這蠻難免的 一開始都會這樣 一開始在跟車 或者是在競爭的時候 就真的很容易被影響 超級無類地容易 也是到後來才會慢慢忽慮 甚至有時候後來也會 就是不小心就是失心風 或是自己亂掉也會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倒是還蠻好克服的 就是你只要長練習 長battle就好 你就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結重 然後去忽略掉前程 OK 對你看就是一下近 一下遠 又追近 又放遠 這個鋼在彎中的時速那一下 他也是怕說前面會有一些什麼問題 所以他就時速 其實那時候應該 不要太怕 油門應該補著下去 但是這樣就有風險 很可能會撞上去 但是 比賽 就是這樣 你去看國外那些頂尖車手的 影片 油門都踩著 撞上去 我撞上去 油門就踩著 因為你再鬆 再下 那都太多個車了 而且有時候 剛剛看這個車 車友 他為了操車 他就是 做了一些很憋的路線 我是建議 就是 如果你把操車路線走得很憋的話 你很容易被人家反操 超 這也是經驗 你要趕就是 超了以後 然後還放到很外面去 這個蠻重要 不要因為 要超然後就很逼 這如果是 對方是有經驗的車手 一下就反超回來 很容易就反超回來 像很多人喜歡超車 那時候在很死的彎超車 是沒錯那時候車速降很低 對不對 你又 你又再走更裡面又更死 對不對 那個地方就很容易反超 可能煞車點一下 就反超 就是他可能從內線超 你他要放到外面去 他煞車點一下走個內線 因為他從外內 他就進去了 OK 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 速度也慢 然後很容易就是 卡住彼此這樣子 OK 所以是建議 不要就是超完車以後 把那個路線走 走得比較憋這樣子 盡量還是把它放開 不要就是 外 內 內 內 不要這樣 建議啦 然後這個車手有一個習慣就是 因為可能他的手還沒有很有力 所以他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例如說他要右轉 他都會就是稍微移動一下再拉 要左轉就稍微移動一下再拉這樣子 因為他手可能還沒有非常的有力 但是這個要練習 因為你手要練習去 去撐方向盤 然後要去推 OK 不是用拉的 是用推的 實際上是兩隻手都推著 OK 以後有空再特別講一下這個 我也不知道我前面有沒有講過 然後方向盤也是很重要學習的一個環境 方向盤重要在哪裡咧 假設今天你是在跑比賽的時候 你一開始在練習一定是舊胎 對不對 但是你從舊胎直接跳新胎的時候 那個方向盤就不一樣 因為 如果你設定都不改 你的新胎 會使得你的車頭會變得非常準 因為抓地力會非常好 對不對 車頭會變很準 絕大部分的情形 不是百分之百 好 那假設車頭變很準的話 你的方向盤打的幅度 就不能跟舊胎一樣 假設你舊胎沒有那麼準的話 你方向盤要打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是新胎 變準的話 你方向盤就不能打那麼大 所以你的修正速度要很快 你對那個輪胎的感知 還有你的手的回饋 還有你身體 對那個車感要非常好 所以方向盤也是 蠻難的一個環節 像大家可能覺得就是 煞車很難 煞車學好 可能就學好什麼之類的 這個也是沒錯 因為我就講 煞車它是 第一個要做的動作 你進彎它第一個動作 做的就是煞車 對不對 高速彎不要講 因為高速彎通常就是 其實比較簡單 我覺得高速彎就是 身體做好 然後坐姿擺好 OK 重心擺好 好嗎 然後方向盤 微微動一點 感受抓地力 欸 動作小一點應該就OK了 沒什麼問題 好 但是如果是一些什麼 髮夾彎 那個煞車就非常重要 所以煞車是第一個 進入彎道的第一個動作 所以你第一個動作要做對 後面才會對 它就是要把所有東西都湊起來 你的煞車 你的油門 你的方向盤 全部都要湊起來 這樣才叫做OK的 那等到你煞車可能學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就會開始計較方向盤 方向盤真的 也蠻深的 方向盤也蠻深的 方向盤也蠻深的 像我現在就是在練習啊 方向盤的第二個階段 因為蔡成陽講 如果今天方向盤可以分成五個階段的話 可能國外最頂尖車手在第五個階段 那他很謙虛 他說他在第四個階段 我現在還在練第二個階段 OK 我覺得我快突破了 快了快了 我快上第三階了 OK 我覺得真的蠻難的 方向盤真的蠻難的 可能都是這樣 還沒學會都覺得難 學會都覺得 嗯 其實也還好 啊當然多開車多練習也是 不二法 也是不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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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車是不是稍微比較遠一點點對不對 那前車過那台車他就沒跟著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貼緊前車的原因 因為前車如果跟著超車我們就可以跟著過 不然如果前車跟著超車 前車超車我們沒跟著過的話 我們就會被這一台又再擋一下 那如果又被這一台擋 有一段時間 哇那前面不是都跑掉了 對不對 是吧 所以要貼緊 所以我就說 其實真的油門踩著頂著是沒有關係的 OK 因為你都碰一碰 碰一碰 你又不是很大力 然後人家靜子 直接碰 像撞球一樣這樣子 不是嗎 所以應該 也還好啦 好嗎 把它貼緊一點 貼住 像那個 有聽到那個轉速掉下去 那個 代表那都是不對了 剛剛我覺得那個是方向盤打得有點太大 動得有點太快 扯得太快 他也會一下就失去抓地力 對吧 你要想像他輪胎很像有 勾子勾在地上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讓他勾子都勾在地上 有就是這種轉向的話 你要就是Smooth的轉 OK 我常講 轉那個方向盤 不是 加速度的轉 你不要加速度的轉 因為你感受不到 你要等速度的轉 但是要轉的順 然後要轉的快 就等速度的順 等速度的快 不要加速度的順 加速度的快 好 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要讓那個勾子 是勾在那個地面上的那種感覺 好 勾在地面上轉彎進去的那種感覺 好嗎 那現在看這個影片應該也快結束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就講到這裡了 好嗎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好嗎 我有空我就會一一回覆你 OK 那就這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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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